牛爱芳晒二胎正面照 抱孩子姿势却引起争议 一个细节暴露夫妻关系 作为千万网红的牛爱芳和小春花 当初凭借当初质朴的形象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欢 但后来牛爱芳夫妇却被爆出很多东西都在作假 甚至为了博取大家的同情 在怀孕第一胎时还声称 自己的大儿子是个畸形脑瘫儿 可在他们拍摄的视频中 自己的孩子明明是个健康的孩子 很多网友都吐槽 这真的是亲生父母吗 连自己的孩子都能诅咒 这样的牛爱芳和小春花 与他们之前树立的憨厚质朴的形象根本不符 很多网友突然就觉得真心喂了狗 原来自己一直都被骗了 后来牛爱芳夫妻还开启了直播带起了货 但却再一次翻了车 他们所带的货不仅比别人家要贵很多 而且质量还不好 不少网友纷纷吐槽 看着这么老实 做出来的事老实人可干不出来 翻车之后的牛爱芳和小春花掉粉几百万 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开始想尽办法洗白自己 后来小春花便宣布自己怀了二胎 想通过二胎来梳理人设 很多网友都觉得 他们是在故意炒作自己 因此从怀孕到进医院生孩子 都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声 一直到现在生完了孩子 质疑声仍旧不断 因为他们身上的疑点实在太多 在近期的视频当中 牛爱芳的二胎儿子露出了正面罩 但这个孩子却面不辣黄 身体也十分僵硬 看着就像是个玩具 而且牛爱芳从小春花手里接过孩子的时候 一点也不温柔 甚至连孩子的头都不知道拖一下 还是小春花在扶着孩子的头部 许多网友表示这是亲爹吗 又不是第一次当爸了 连个孩子都不会帮忙 而且他们家里也不像是刚生完孩子的样子 一件宝宝的用品都没有 也太假了 网友纷纷表示这是演不下去了吗 而且自从小春花和孩子回到家 他婆婆和大儿子也都不见了踪影 网友纷纷吐槽不用照顾月子吗 总而言之漏洞百出 让众网友实在没办法不去猜测 小春花二胎生子的真假 在吃饭的时候 牛爱芳一家人坐在那里吃饭 他直接给小春花夹了一大磅青菜 而且菜还吊在桌子上到处都是 动作十分粗鲁 很多网友都吐槽牛爱芳宠妻人设崩塌 这夫妻关系也让人琢磨不透 徐徐徐徐徐靖洞 �를 谢谢观看